动作实际上就是把一个日期切割成个别的资料 把它切割开来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你车里面常做资料的合与分 如果说我今天又要把它合并回去的话 比如说像将来把它分割了 如果我要把它再恢复回来的话 那特别之后这边还有个函数 叫做Date函数 日期及时间里面有个Date Date的话就是说 按确定 Date按确定 他会问你说你如果要组合为一个日期的话 那你必须要给我三个东西 一个是年,年在哪里,年在这里 月在哪里,月在这里 日在哪里,在这里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他这个说40023 但因为 Excel里面还蛮敏感的 他只要侦测到 这个好像是一个日期 你自动就帮你把格式加上去 不然的话理论上应该是会长这样 就是什么呢 4003 那可是Excel 他比较特殊 如果你今天输入的 是一个类似 日期的东西 他就自动帮你把那个格式加上去 不过 理论上里面是放这个东西 OK 那除了 Date之外 以后一样 如果你要组合成一个时间的话 那在这个地方 其实会有另外的函数 其实你们可以 练习后面有一个Time 有没有 如果你要把这三个资料 变成一个标准的时间 的格式的话 那 应该用同样推理应该可以推得出来 里面有个函数叫什么 才应该可以猜出 就是这个 应该是 Time 对 Date 然后 这边就有个Time Time函数的话 顾名思义 他就怎么样 按确定 如果你给他hour 给他mini 给他second 他就是一个标准的 时间的 可是是小数点 我刚好特别讲到 为什么小数点 按确定 因为他也很敏感 自动帮你格式的话 OK 这地方实际上他侦测到 你这个里面的资料 应该是一个时间 所以他自动帮你做 但你可能没感觉到 OK 他其实这部分还 满满 底下的话就把它向下填满 就全部时间就做出来 OK 那但是如果将来你要做时间的计算 什么样的计算 比如说像这个好了 这个时间 假如说他是 20分钟之后的话 OK 比如说有个选手跑 就这个时间 然后有另外一个马拉松选手 他比他慢20分钟 那慢20分钟怎么计算 其实很简单 以后你要计算时间的话 特别之后 你只能用太函数 把mini的地方加20 那加20你想说 7个小时 70分钟吗 特别之后他没那么笨 他会自动帮你进位 OK 所以以后你想说 那以后我要计算 那个什么呢 时间的话 请注意 请你要在 太函数里面 做计算 你要 如果一个小时 又20分钟了 没关系 就在一个小时 再加一个小时 这样的话 就知道一个小时 20分钟 就是 如果 这个选手 他落后了一个小时20分钟 你不要自己用计算机算 就用这个来算就好了 不过当然你第一个你要先知道太函数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补重一下 太函数的 用法 OK 然后切回来 再来的话 所以刚刚有个date date函数 跟太函数 这两个函数也蛮重要的 我发现很多人没有这种概念 所以每次遇到日期跟时间 时间的计算 头就很痛 OK 那当然你先要把它分割 再分别计算 OK 只是说这部分的话 我们刚刚有计算日 日比较简单 可是如果你要计算 比如说像 Dedif这边 切过来 其实这边有一个问题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计算这个人 他出生到今天为止 他总共 已经活了几岁 又几个月 又几天的话 那这要怎么算 如果你假设你要去 弄一个公式的话 恐怕非常麻 因为我刚刚讲过 有那个论年的问题 有那个论月的问题 有大月小月的问题 这个太麻烦了 刚好还好 有一个 函数叫Dedif 这个Dedif主要就解决什么 如果将来你要做计算那个什么 年跟月的问题 其实 靠他就对了 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说 也没有可以取代他的函数 所以 这个函数实在太重要 但是他有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两天 这一天到这一天相差 几年 这一天到这一天相差几月 OK 这一天到这一天相差几天 这几天应该比较简单 我们其实有做 等于这一天 减掉 这一天就好了 OK 有没有 但如果说你想说老师 如果用Dedif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怎么做 首先我们来看Dedif的用法 我们先相差几年 这边等于 插入函数 一般我们是要插入函数 日期时间 Dedif 不过你会发现 D找不到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这个函数有 有那个专利的问题 专利你想说什么专利 这个就有点像 讲一个历史 在很久以前 大概三十几年前 有一个 Essal的前生 以前的 Dos的年代 可能有的人还没出生 是不是 那个年代的话 有一个叫Lotus 123的软体 OK 其实如果点头的话表示你应该有点年纪 因为 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 年轻一辈的 而且甚至有些年轻人 Dos都不知道 OK 那个时候的话大家都是用Lotus 没有Essal 那是后来微软弄了一个Windows 然后慢慢的Essal放上来 Lotus123在Dos底下慢慢没有人用 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很好用的函数叫Dedif 可是问题来了 那个东西是Lotus123的东西 如果我要拿来用 你不能明目张胆拿来用 所以它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这个地方不能加 但是它可以用相容模式 什么叫相容模式 你可以直接自己打 所以特别说Dedif 要自己打 它不能直接加到清单 但是可以自己打上去 对者 加DIF 钱瓜胡 Dedif的使用方法 主要必须给它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前面的 比较前面的日期 逗点 第2个给 比较后面的日期 所以两个日期你要看哪个前哪个后 比较前面的你就要放第1个参数 比较后面放第2个 逗点 那后面你要比什么 这个有个参考 如果你是放Y就比年 放M就是比月 D日嘛 YM YD MD 这个等一下再说 那我们就记得是个文字 所以一定要双考 Y 后瓜胡 这样就OK了 Enter一下 那就会算出来 这一天到这一天相差26年 那不过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 它 正年的计算 可能不知道跟各位想的一不一样 它是要满 所以如果我把 这个 它已经8月到10月有满 它才会加一年 如果把它改成8月好了 今天是8月15 8月12还没到 有没有还没满一年嘛 就要你身材还没到就不算多多一岁 OK 那你Enter 它就变25了 那也就是说Dedif 它除了会检查年之外 它会检查月跟日 有没有满 满了才算 但是另外有一个做法 你有同意说 可是我那个 需求是 我只看 哪一年到哪一年 我不管那个有没有满 反正我只要那一年到了 我就等于多一年的话 那你就不要用Dedif 那你用什么呢 你就用year year怎么做 我们可以用year 刚刚有做的 year 这个 它就抓2006 对不对 然后你就再把它剪掉什么 剪掉这个year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公司前面的公司复制一下 贴到这边来 然后把这个后面的 出生格改成这个就可以了 他其实就是要抓2006的数字 减掉1980的数字 结果的话打个勾 他就26 因为他不管 反正 只要那一年 他只年减年就对了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需求是 当如果满了 你想像Dedif 如果不管的话 那就year减year 所以year减year 其实还是可以用到 但其实我觉得Dedif 最好用的就是算月 因为月最麻烦 大月小月 有没有论月 没论月 那这样 很麻烦 那 做的方式 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直接复制下来 改什么 改这个M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两个日期相差几个月 313个月 其实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地方 15号 到下个月还没满一个月 所以如果说你假设 你把这边改成15的话 那又满一个月了 所以你Enter的话 他就变成314 OK 不过这边的话 你想说那可不可以用曼时减曼时 很抱歉 没办法 那曼时只能减 那年怎么办 OK 所以 我觉得Dedif最好用的地方 应该就是计算相差几个月 OK 日的话 当然我把这个公式复制下来 就是那个 这边把它改成D 相差几天 对 复制反 那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相差几天 这个 没什么 结果跟刚刚一样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一天 减这一天 你会发现结果 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用起来 我发现这个跟这个 这个比较简单吧 OK 所以天减天 你就不一定要用Dedif 没事的话反正越简单越好 OK 那 因为等一下还会计算什么 相差 这个人 他那个 到今天为止 几岁又几个月 也就是说 后面会找零 有没有 早几个月 像现在振兴券 很大缺点 他是不找零的 有没有 所以不找零的话 等于你就要想办法 你要付现金 但是呢 这个Dedif 如果你要找 比如说我算完之后呢 算完月有没有 他如果不满的剩下多少个月 你可以用YM YM是说 算完之后还剩下几个月 他会告诉你 还剩下 月之后还剩下几天 你可以用MD 所以这个地方Dedif我觉得还蛮人性化的 那可以用这两个 参数 就可以算出底下的东西了 OK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把它向下填满好 稍微改一下 这个叫YM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假如把这边改回来 这个人呢 出生到现在为止好了 26 26对不对 但是26的话呢 你会发现 他后面还有早 8月15到10月12 还有剩下几个月 应该是一个月嘛 8月15到10月12 因为10月 还不到15 所以是一个月 OK所以你会发现他早一个月 还早几天 几天的话 就是说 我们26年 一个月嘛 然后再来的话呢 还有剩下几天 应该是什么 等于是 8月15 到那个什么 相差的 等于是9月15之后剩下几天 我们剩下27天 一个月 相差 也就是说到8月15到9月15 一个月了 可是9月16到 那个10月12 刚好是27天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 这个其实 YM暂时用不到 我们先暂时 YM其实是跟上面这个 YD跟YM蛮像的 这个地方 我们是相差 几 几个月 早几个月 你如果要早几天的话 你会有YD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58 意思说 我算完26 税之后 然后呢 剩下8月15到10月12 这两个日期是几天 又不是8天 OK应该可以懂我的 意思啦 只是说目前还 用不到 那如果说我要算精确日期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主要用三个参数就可以 第1个可以用Y 第2个YM 第3个MD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利用Dedif这个函数 试试看 然后并且把这三个用在这里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最后看到的结果是 这个人出生到现在为止是几岁 几个月 又几天 这三个N的话你可能要自己把它填上去 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Dedif这个函数 目前来看 因为几乎没有 更 可以取代它的一个函数 所以将来 如果尤其是在 计算那个 相差几个月 上面好像 如果没有别的函数取代的话 我想 目前可能还是尽量把这个Dedif给熟悉吧 OK 请各位试试看